大家好 歡迎收聽利是台 我是瘋仔 星期二晚凌晨3時出戰歐聯八強首回合的賽事 作客去到葡萄牙的里斯本迎戰奔菲家 亦是近來可以斷定今季成敗四場硬仗中的第一仗 幸好我們歐聯抽到好籤 就算葡超第一名波圖近年對著我們幾次都沒口吃 奔菲家現在排到葡超第三名 排面亦是歐聯八強中最弱的一隊 所以即使作客仍然有能力去到增盛 等次回合回到主場我們可以輪換幾個位置 放輕鬆來停也沒問題 看出場正容吧 門將繼續是艾利神 中堅方面是雲迪克搭著江拿迪 右閘是亞歷辛納諾 左閘羅不慎 中場組合方面用上法崩奴鐵房中 兩個八毫位球員就是太古艾簡達蘭和納比基達 中場三人組是第一次正選合作 始終有兩個都是異雙的人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一齊健健康康 加上神軒以往都記住了中場位置 所以下高加盟都快兩年才有這個合作的機會 前線方面 左翼用上了熟悉普超的路易斯迪亞斯 右翼繼續在沙拿中鋒被文尼出任 之前費明盧和祖達一起受傷時都有用過這個擺法 至於後備席 今場仍然有人滿之患 即使歐聯可以放12個後備也好 我們完全膚添沒有雙兵的情況下 都依然有人需要犧牲 而今次沒份列陣就是好有機會今季後 懸弱走人的幸運同志奧力志 經歷幾場省著踢的球之後 今場總算出多點力 上半場的狀況我都可以說幾一面倒由我們壓著對方來打 溫菲家只有一些零星反擊和射門 但也不是那麼大威脅 我們這邊看回統計是做到6個大機會出來的 4分鐘時迪亞斯在左邊落底線 再回給羅伯神第一時間傳中 基達後上入禁區接影無人看管之下頂高 去到9分鐘沙拿被走出來右邊禁區邊的文尼 他第一時間再後腳撞牆給沙拿到禁區的閘位 有個賣門機會可惜沙拿左腳撞射近處被封 去到12分鐘後 亞歷山阿諾的長傳給沙拿 他由右邊吸入中間再橫傳給基達左腳射門 這球門將擋出來 幾次機會未把握到後 終於都是靠角球找到一個缺口 17分鐘羅伯神開出的左路角球 遠處的干拿迪無人貼身看管之下頂向近處的網仔入球 門將也完全沒有挽救機會 順利打開記錄取得領先優勢 但始終是兩回合的賽事 我們並不滿足於一球優勢 球隊繼續進攻 19分鐘馬上有另一次機會 迪亞斯直線被文尼落左邊底線傳中 基達再一次空頂頭鎚 終於有奔菲加射門出現 23分鐘他們的主力中鋒人物達雲紐尼斯 在中場附近放球去左路給愛華頓有段空位去推 雲德克一路鬥著位置不讓他傳球 到他入到禁區才拍過去 結果逼到他用不熟悉的左腳在窄位射門 只是射中網側 24分鐘有基達直線 給迪亞斯有個走入中間的單刀機會 可惜他挑射過不到門匠 這球單刀把握不到後還有機會 35分鐘 阿歷斯直線傳轉給迪亞斯 直接入禁區再有單刀機會 但這次他不貪工 第一時間投除單刀橫傳給中間的文尼 門前加一腳撞入 成功拉開0比2的紀錄 完上半場之前還有一次機會 又是阿歷斯上達阿歷斯的好場傳 直線給沙拿有個單刀機會 他控下來後再左腳射門也是被門匠封 結果不同球員分別錯失黃金機會下 上半場只領先兩球 下半場的戰局可以說是180度轉變 奔菲加好像這刻才睡醒 基本上頭十多分鐘都是他們的天下 49分鐘拉法斯華右路地坡傳中 原本沒什麼威脅 江拿迪本身都到位 但他左腳嘗試去解圍的時候 就踢漏了 被後面的達文紐尼斯 拿到再射入 追成1比2較接近的紀錄 亦都是賽前我和大家說要注意的 蒲超助攻王拉法斯華 助攻給蒲超神射手紐尼斯的情況 去到55分鐘再是這個組合 今次拉法斯華斬過高球 紐尼斯在遠處接應 但預判的高度不太準確 要污低人去頂下球就高出了 之後又有雲迪克在全球撻Q 幸好沒有給對方 又或者艾利神出形扣過對方前鋒的時候 省中自己的重心腳 幸好球沒有彈到後面被拿到的 而去到60分鐘就有個更大的危險 就是一個對方四打二的反擊 然後左路就全中去到禁區頂的愛馬頓 他有一點空位就來過軟射 艾利神反應夠快就撲出來 然後67分鐘還有一次紐尼斯反越位成功 接應到直線去到左路的邊線窄位 然後吸入中間就過雲迪克 可能有一點他覺得自己推掉了 而雲迪克的手搭一搭紐尼斯的胸口 他就立刻借勢跌低 那麼球證都沒有吹罰到 今場都很多次看到他很輕易跌低了 好像不太夠硬正 然後球隊終於掌控局勢 看見對方勢強就拖回萬尼特 但一球優勢始終不太夠 去到比賽尾段再捕一捕 87分鐘費明龍回後拿球 被奧達文迪跟到出來拍掉了 但當他想傳球的時候就被基達截到 再推到中圈附近的位置給直線迪阿斯 奧達文迪全失的球想回來給壓力基達 但鏟中直線傳球下路線更加致命 交到他懷高的身後 就被迪阿斯走到單刀位 他推過門將左腳射入胸門 拉回到1比3的記錄 到保時最後階段還有一次機會 又是奧達文迪全球失誤 神軒就立刻奪高球上給祖達單刀 但這次左腳射門就被門將封到 否則拿到三球優勢次回合就可以輕輕鬆鬆了 今場要選最佳球員的話 我想都是兩大熱門人物 我自己偏要拿給基達多些 今場的基達其實只是剛剛相遇復出 但也想不到他可以有這麼搶眼的表現 中場的搶截做得非常出色 如果說上場對屈福特是靠太阿高做前場的攔截 就斷了對方的反擊機會的話 今場做這件事的人就是基達 五次的成功攔截是全隊最多的 而且參與到18次的地面爭奪 還要贏了10次 拋離其他隊友至少一倍的數字 上本場有禁壓倒性的表現 真的佔了很大的功勞 而且除了防守之外他進攻也很大貢獻 今場交出了兩個關鍵傳送 一球就是最後直線助攻了迪亞斯的入球 雖然是被奧達文迪的攔截改變了少少方向 不過都是基達自己搶了球回來 再策動反擊去交直線才有這球入球出現 另一球就是上半場都是直線給迪亞斯的難道 被門將救出了 否則可以不止一個助攻 但他自己也錯失了一些機會 上半場兩次後上接應全中的頭鎚公門 其實都是好機會 但全部都把握不到 一次頂高一次成不認就頂斜了 然後兩次左腳軟射 一次太正中被門將擋出 一次省中人 今季曾經說過基達好像有少少被高普 改造去到公兵化的情況 但今場搭著太高和法崩路 他展示出不同風格 多了冒險性傳送和後上插入去直接攻門 解放多了他的進攻力 說真的高普時代買入的球員 他都算是少有的一個 未達到應有身價水平的球員 超過五千萬磅的身價 但一直以來都比較多傷 和未有什麼非常亮眼的表現 早幾天還有訪問說到 他自己還未展示到最好的一面 比利米看 那時我心想 你都加盟了四年 這樣還未展示到最好的一面 你想何時才能做到 結果今場真的讓我們看到更全面更好的機閥 希望他可以保持得到這個狀態 另一個最佳球員的熱門人選就是路易斯迪亞斯 一個入球一個助攻這些數據 這麼堅實的支持就不用多說了 官方都選了他做最佳球員 助攻那球就投隨單刀橫傳都處理得很好 要將一個高球的單刀即時處理其實不容易 但他有足夠洞察力看到中間還有汶尼 結果無私地單刀橫傳給隊友輕鬆搞定 而他入球其實也不容易 基達散中了奧達文迪給了一隻線上來 他就是有反應和足夠速度 趕在門匠出來前追回的球 再推一步過門匠才射入 上半場他也有球單刀選擇挑射 過不了門匠 這次用另一種方法終於搞定了 這也是他為我們射入的第一個歐聯入球 今場賽前我都一直力推給他打正選 因為迪亞斯在普超都有對過賓菲加 相對比較熟路 今場他都被賓菲加的球迷狂虛 但也沒有影響他的發揮 還有一次自己扭入大位射門也是不錯的 加盟只是短短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已經融入得很好 球隊這個時候買他回來 真的對我們今季的四冠之旅打下了一支很大的強心針 如果沒有他應該就打不到這麼多線的比賽 今次真的要感謝熱刺逼到FSG出手 除了他們兩個之外 我也想說一下復出的亞歷山達亞洛 今場出到來再次體驗到他的重要性 早攻美斯上場對Watt福特有助攻拿到 也算全中上的作用可以填補到 但亞歷山達亞洛下場的價值不止於這 今場最重點是看到他的長傳直接造成的威脅 兩次的單刀球是由他的長傳產生出來 其中包括一個斜角長傳給迪亞斯入禁區 迪亞斯單刀橫傳頭翠設球給文尼入 另一球就是上半場的最後一擊 直接在後場長傳給沙拿有個單刀機會 可惜沙拿把握不到才收獲不到直接助攻的數據 全場13次的長傳有11次都成功給隊友 加上防守比例都不差 愛華頓對著他都沒有發揮空間 全場三次解決是其中一個全隊最多的球員 加上一次的阻斷全球和一次的攔截 今場才剛剛復出來說狀態已經算好 當是為了星期日場球熱定身 長肥好要再激戰一場 另外我也想說中堅的光拿迪 今場代替了馬迪普打正選 開頭上半場表現一直都不錯 又用食身位的方法阻擋了拉伯斯華接應 一球直線球 又多次和達雲紐尼斯鬥法都搶得贏 還要靠角球攻勢上半場早段已經投錘打到紀錄 成為了球隊今季各項賽事第20個入球球員 是現時英超球隊入球分部最多的一隊 這球球一度以為他有機會成為今場的功臣 但到了下半場一個沒什麼壓力 理應可以輕鬆踢走的地球傳中 他竟然踢漏了而給達雲紐尼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追近比數 之後十多分鐘球隊也有不少險象出現 差點是因為失誤而展開了被反追上來的序幕 始終防守球員需要很多經驗累積成長 雖然甘納迪的身體條件很好 今場對著又快又高大的達雲紐尼斯都吃得住對方 但現在才22歲的甘納迪肯定未成熟獨當一面 以往他就像其他年青球一樣 都預算有時候要交學費 以往阿歷山大洛交了不少學費才有現在成功 希望他也吸取了教訓 不過星期日對曼城這些大戰 都是交給經驗老道的馬迪普去踢 最後也要說說沙拿 今場他至少都錯失了兩個單刀機會 一個是在比賽早段集位商射地球近處 而第二球就是上半場最後 加點阿歷山大亞洛的直線長傳 想射向遠處被門將擋到的這球 如果貴初的他 這些球真的沒有貼牙 但近來的狀態的確有點起伏 高普賽後都說近來圍繞著沙拿的故事 不多不少都會影響到他的發揮 由非洲巨大壓力中回來也不容易 現在需要一點時間適應 看回數據 原來沙拿近八場比賽都沒有在生球階段 最多入球 只有對列斯聯入了兩個十二碼 和對白禮頓入了一球十二碼 情況肯定是不理想的了 不過也是那句 連續由十二月開始已經不停扯了 球會的聖誕賽期 國家隊的非洲國家盃 二三月的無限一周雙賽 剛剛有再來兩場世界寶寶圍賽 這四個多月都是馬不停蹄 而且長一場都很重要 不停扯 怎麼都有乾堂的一日 季初的沙拿 真是勢一級數的表現 但都已經燃燒了 近兩場高普都六十多分鐘 早了換他走 希望這樣石住來用的情況下 會幫到他找到更好的狀態回來 而星期日長波都很需要他再施展一次 手循環神奇魔法般入球 最後都說說法斌奴下半場 保時階段和對方爭頂的時候 撞一撞頭 不過應該沒什麼事 之後還有繼續踢 高普說過傷口有流血 不過已經處理了就沒問題 不需要太擔心 那麼我們歐聯八強首回合 就拿到1比3的兩球領先優勢 雖然沒了作客入球優惠 但拿著兩球回去主場踢次回合 基本上都是優勢很大 我覺得可以到時輪換四五個主力球員去踢 都不會太大問題 有什麼事馬上用五個換人名額 換主力去捕一捕他 至於另一邊雙曼城 就在馬體會的死守之下 主場只贏得1比0 馬體會還要一次射門都沒有 明顯先蒙尼就是用籃子球捱過了作客這場 先回主場再慢慢跟你玩 下回合曼城要作客去到馬得利 還要得1球優勢 相信星期日場頂上對決的後顧之優 都一定比我們多 這樣都叫做兩場歐聯的發展 都是對我們星期日場有一定的好處 最後都提提大家 星期日對曼城長波 利視台有直播旁述 長波11點半開始 我就大概11點開始直播 跟大家說說出場陣容 分享賽前資訊和和大家聊聊天 之後就聽著我用利米的角度旁述這場 今場的重要性和聯賽杯決賽其實都差不太多 都直接影響到英超冠軍水屬 希望可以集結到多些網上利米的力量 來這裡一起打氣 希望你們喜歡看我的分析 喜歡的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加入會員 我是利視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